太平洋战争三部曲二 起飞 柏林的指令 作者 左左目让 译者 张文颖 第二部 三十五 走出海军部大厦的正门时 天色已晚 安藤站在台阶上 遥望了一会儿 辖官政府机构大街的上空 由于连日持续飞行 几乎没有仔细考虑过飞行计划 今天没有进行训练 围绕计划的细节 重新考虑了一下 却发现 要飞到柏林 简直是天方夜谭 不仅仅是技术 军事方面的问题 就算是两架轻战斗机要飞过去 也需要繁琐的手续 准备工作 并做好支援准备 那天不假思索的 答应了大观哨佐的邀请 现在想来 实在有些清帅 当然 安腾并没有推脱任务的意思 不仅如此 他还兴奋且激动地想象着 以后会遇到怎样的障碍 不过 在了解计划的详细信息后 再为新任务感到高兴也不晚 那晚东京的风很冷 离开海军部主楼的官兵中 有不少人都穿上了外套 院内的停车廊 停放着几辆美国制造的轿车 大概是高级官员们的专用车吧 安腾河前走下台阶 横窗过前院 离开了海军部大厦的正门 他们准备去辖关的公交车站 乘坐市营电车 从这里回横须贺 必须要出新桥 坐国营电车 安腾在正门外再次驻足 想确定电车停靠的位置 一辆轿车由海军部院内驶出 停在二人身前 紧接着 一位左官下了车 是邵左 他的军装上 佩戴着与大官邵左 相同的副官兼章 是安腾大卫 和前一空曹啊 邵左站在二人面前说道 正是 安腾达道 来人很陌生 他佩戴着副官兼章 应该是那个大官邵左的同事吧 想耽误你一点时间 能上车吗 是公事吗 需要上级颁布的命令啊 什么的吗 那倒不是 只是想知道 有什么事 与两只鸟有关 那位邵左回答道 鸟名叫朱英 安腾与前面面相去 大官邵左说过 即使是在海军部内部 知道这项计划的人 也是屈之可数 此项计划的实施 由海军部长吉川 直接指挥 在本部干部中 了解整体计划的 也不过数人 既然知道这个计划 那么这位副官 也是这个计划的相关人员吧 但是 若果真如此 今天大官邵左和山邪书记官都丝毫没有提及 也太不可思议了 正犹豫之时 邵左用上级口吻说道 上车 安腾大位 前一空曹也上来 安腾耸了耸肩 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与其拿办手续 当挡箭牌 不如把事情弄清楚 安腾和前坐上了轿车的尾坐 邵左坐上副驾驶坐后 轿车迅速驶离了 海军部正门 不会花很长时间 邵左直视前方的樱田大道 头也不回地说道 回去时 送你们到附近车站吧 轿车穿过虎门十字路口后 向前直行 安腾不熟悉东京市中心的地形 无法推测 自己会被带到何地 根据模糊的记忆推测 轿车 好像是史相知 邵左和驾驶员 都沉默不语 车内气氛紧张 明显充斥着敌意 毋庸置疑 邵左并不是 因为欢迎才来迎接 安腾他们的 安腾不安地 看向窗外 不由得想起了 在上海 被宪兵队 强行拉走的事 钱说 这世上 怎么有这么多麻烦事啊 不久 轿车驶离樱田大道 进入了坡道 登上坡道后 穿过一扇门 好像驶入了一栋 壮观的豪宅庭院 轿车拧过碎石 开到了车廊前停下 邵左从外面 打开了车门 安腾下了车 还是院内 虽然庭院内没有掌灯 但停车廊的照明灯 足以让人看清周围的情形 这是一个保养的很好的宽广的庭院 车库占据一角 房子是由黑色石头建成的二层洋房 安腾推断 这是华族或举族轻重的资本家的府邸 邵左催促二人来到正门 一位管家模样的老人 走了出来 对邵左小声地说着什么 邵左点了点头 领着二人 从正门大厅 来到了里面的走廊 柔和的黄色灯光 照耀着走廊里 古老的地毯 邵左在一扇厚重的木门前停下脚步 打开了那扇对开舌河门 悠扬的钢琴声倾泻而出 三人不人房间 这是间高大且宽敞的房子 几乎没有家具 房间铺着精美的地板 天花板上锤挂着奢华的枝形吊灯 这可能是宴会时使用的房间吧 房间最里面的角落里 摆放着一架平台式钢琴 一位少女正在弹奏 在钢琴旁 有位海军将官 将官坐在靠墙的椅子里 端坐着倾听少女演奏的钢琴曲 由于他的侧脸 正好对着安藤他们 因此安藤无法辨别 将官好像完全没有 察觉到安藤他们进来了一样 邵左没有出声 安藤也坚口不言 默默地站在那 安藤注意到那位少女 弹奏的是莫扎特的 钢琴奏鸣曲 第十五章第八调 这首曲子深受真离子喜爱 真离子曾说过 这是他会弹的唯一一首莫扎特的曲子 安藤仔细观察着少女 她大概十四五岁 身着身红色绒毛礼服 长发被一根白色的丝带束在脑后 她的容貌给人一种奇特的刚毅的印象 一曲终了 少女腼腆地望向将官 将官好像点了点头 轻轻地辅了辅长 少女面无表情地望向安藤他们 少佐建将官也将目光投向了他们 马上进了军里 穿着毛绒礼服的少女 意识到安藤他们有事商量 站起身来 和上了钢琴盖 她穿白色袜子 这黑色短靴 脚下的地板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响声 谢谢 将官带着爱莲的口吻对少女说道 我去支那的这段日子里 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 完美的演奏 我完全陶醉了 少女又露出腼腆的笑容 那是种不谄媚 纯洁的微笑 她拿上乐谱 快步穿过房间 向安藤他们点头致意后 走了出去 少佐向将官介绍道 这是同去的安藤大卫 和前一空曹 将官交替打量了一下安藤和钱 少佐对安藤他们说道 这位是井上成美中将 航空部部长 井上中将请安藤和钱 坐在大厅的椅子上 自己则一道钢琴前的椅子上 坐下 将手搁在钢琴盖上 这是为理着短发 留着稀疏胡须的体度 她姿态优美 嘴型很有意思 敏锐且充满自信的目光 能让人感受到 她有着深邃的内涵 年龄在五十岁左右吧 安藤想起了 在美国留学时 那所私立学校的教导主任 她的严谨 经常被当作玩笑素材 那位刚毅的老教师 与这位提督的感觉 很相似 井上航空部部长问道 决定什么时候出发 安藤犹豫着 要不要回答 他问的是朱英计划的事 现在 我告诉她的话行吗 正沉默着 井上中将用温和的口吻说道 嗯 我知道这项朱娟计划是机密计划 我也清楚 没有我的参与 这项计划 也进展得相当顺利 但是 这次的飞行计划 原本就是 我的职责所在 我从今年十月开始 担任航空部部长 我有知道这项计划的责任 不必顾虑大观少佐 说吧 我只是一名战斗机驾驶员 安藤困惑地回答道 除了自己的任务 其余的都不知道 关于这个计划 您直接问大观少佐不行吗 我现在问的 就是你的任务 关于这项计划 是如何推进的 我并没有兴趣 你什么时候 调动到第十四航空队去 今天就是为了会合 才去航空部大厦的吧 如果连这都知道的话 安藤达到 是这个月二十七号 机场的筹备工作 都做好了吧 几乎每隔两千公里 都进行了确认 到达柏林的预定预期是 下个月七号 只有两架零式战机 飞行很吃力吧 我们准备积累充分的训练经验 而且 你们据说都是海军中 出类拔萃的飞行员 安藤没有回答 如果对方是大观少佐 他肯定会说 确实如此 但是在这里如果那样说的话 未免太实力了 锦上中将继续说道 我期待你们的成功 没想到他会这样说 安藤和钱都眨了下眼睛 锦上中将是被称为三国同盟反对派的急先锋的人物 是绝对不会同意这项计划的高官 但是他为什么又会期待这个计划的成功呢 只是对下属说的毫无意义的客套话吗 谢谢您 部长 安藤诧异的说道 不过 我听说部长并不赞成这个计划 为什么您会期待他的成功呢 锦上中将回答道 因为你们的飞行成功 或许能为拯救我国的失败 带来一点帮助 您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海军的性质 总会发生变化的 你不觉得吗 明示纸会更加倾向于德国 不是 中将摇了摇头 当然这点也要被考虑 但是 我想说的是 重视航空战力的思想将会愈加的事 中将转向前 问道 知那战事也该结束了吧 前没想到中将会突然问到自己 因此有些慌乱 他惊慌地答道 我不这样认为 不长 就算再战十年 也很难办到吧 美国怎么样了 再这样下去 会加入战争啊 火药味 越来越浓了 你认为胜负如何 甘笑了出来 即使是温六岁的孩子 答案也只有一个 考虑下美国的大小和国力就可想而知了 的确如此 中将说道 他完全没有在以前的无教养的回答 如今我国被德国不断扩大的版图和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所蒙蔽 幻想着通过与其缔结盟约就能够解决对外的政治外交问题 特别是坚信运用军事力量能够解决围绕之那事变和之那问题与美国产生的紧张关系 早晚 我国会亲自切断一切外交解决途径 与美开战 真是愚蠢之极啊 锦上中将开始对安藤和钱谈起了他对于对美战争的预见 在锦上看来 日本与美国对阵没有一丝胜算 若我国与美国交战 想要攻陷美国或者使其屈服是绝对不可能的 首先 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得知美国本土的作战攻略 此外 要歼灭美国海军也是不可能的 别说是帝都东京 就算是全国都有可能反被美国占领 歼灭作战军队也不在话下吧 简而言之 对美作战尚未开始便已分胜负 锦上如是说 要想避免悲惨的结局 只能依靠外交交涉 一旦开战 帝国 即使暂时得到了掌控西太平洋的霸权 也会马上被动的陷入持久战中 一旦被卷入持久战 美国就会破坏我国的海上交通 实行物资封锁 最终全间帝国的海陆军 以美军占领东京 乃至全国的形势 结束战争 所谓的速战速决 锦上中将摇了摇头 仅仅是说说而已 绝不可能实现 一旦沉醉在西太平洋战事的胜利中 而丧失了和平的机会 一切都将归于灰烬 最终 帝国受辱 海陆军溃灭 城市被毁 许多无辜百姓将死于非命 恶嫖遍野 无家可归 能够预测到 那将是一场悲惨的史无前例的战板 那 就是对美作战的结果 锦上中将停止了说话 一段时间内 宽广的大厅里充满了沉默 安藤还未曾听到过这样的高官 如此坦率地阐述 接下来的战争动向 帝国 绝对不可能战胜美国 美国以占领帝国全国的方式 终结战争的可能性很大 这是一种谣言般大胆的 极有可能被当作一种危险思想的预测与判断 但是他的论点明快 无可非议 从逻辑上考虑的话 结局只能如锦上所言 安藤如是想到 前 以及身为副官的少佐 都沉默地凝视着锦上中将 锦上突然打开了钢琴盖 再次面对键盘 正当安藤目瞪口呆地看着时 锦上中将开始弹奏一首曲子 安藤马上意识到 这是一首鸣叫 走向大海的曲子 这是写给牺牲在海战中的 海军军人的颂葬曲 曲调沉痛且哀怯 正当三人开始追逐旋律之时 锦上的手指停止了跃动 语音消逝 大厅内再次回归寂静 锦上看着空中 脸上充满着一种 仿佛是忍受着痛苦 或者是承受着破灭的预兆的苦涩神情 正当安藤他们一动不动地盯着锦上时 他回过神 慢慢地将头转了过来 他盖上钢琴盖 说道 战胜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失败的方法 也不是没有的 安藤端正了坐姿 锦上继续说道 为了确保外交交涉的途径 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最小限的不失败 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能够寻求到对策 对策如下 首先是海军的空军化 航空兵力的飞跃性增强 紧接着便是海上防御战力的重视 和潜水艇部队的强化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我国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 战斗肯定会演变为 分散在太平洋上的 众多岛屿的争夺战 依靠航空战力 争夺对方的航空基地 势必会成为主战 到时 绝对不会出现 主力舰对肩的决战 今年夏季到秋季 德英之间的战斗 也就是在大陆与布里顿岛之间 依次展开的航空战 其规模迅速扩大至整个太平洋 因此 对于我们海军来说 必要的是为交战 做好航空战力的准备 花费巨额资金 却用来建造毫无用处的战舰 这应该即刻停止 作为航空部长 我现在正在协助张大力 增强航空战力的意见书 接下来的战争 首先无论如何 都要倚靠飞机来战斗 飞机数量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我国的飞机生产力 即使轻举国之力 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但是在相持阶段 维持不败的生产力 应该是有的吧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下次战争的形势 并为此积极准备 请上中将故意咳嗽了一下 继续说道 德国十分关注我国海军的临时战机 一旦德国批准生产临时战机 恐怕会对我们海军内部产生影响 这将会成为我们海军 由大舰巨炮主义 向航空战力中心 构想转变的论据之一 所以 我忠心地期待着你们的飞行成功 安腾说道 关于您的构想 部长 部长的构想里有一点 看上去有些不够严密 井上面录蕴色 盯着他问道 马儿 安腾知道 旁边的少佐很尴尬 他可能没有想到 安腾竟然会如此明确地 对中将提出反对意见 安腾毫不顾忌 说道 您说要极大增强航空战力 那么您认为 如今我国有多少飞行员 海军中大约有三千人 实际上能够飞行的 只有百分之六十 或许吧 那么 就凭这点飞行员 如何能够运转航空兵力部队 谁来驾驶战斗机 每年侠谱能诞生多少飞行员 您有考虑过吗 当然 飞行员的培养计划 也必须要重新推敲 飞机的增产 与飞行员的培养药同时进行 部长 我想您应该知道 在美国 申请成为飞行员的青年们 在提交志愿的时候 都已经百分之百地 掌握了与内燃机相关的知识 能驾驶汽车 自己拥有汽车的青年 也不在少数 或许在我们看来难以置信 在美国 即便是农民的孩子 不 如果出生农门更是如此 驾驶汽车的现象极其普遍 我在数年前 曾前往德国飞行学校留学 该国情形也是如此 但是 我在侠谱入学的时候 却发现 能够驾驶汽车的人 有过驾驶经验的人 包括我只有两个 即使是现在 这种情形也没有改变吧 如果要在我国培养飞行员 必须要从叫发动机员里 安装有发动机的乘用工具 是什么开始 不管航空站力如何增强 我国能够操纵的飞行员 绝对不足 说到底 在驾驶员评级的国家 不管飞机增产多少 这种想法也无法实施 你是说 增强航空站力 只不过是化柄冲击吗 战斗机的驾驶员 是不可能在工厂里 大批粮生产的 紧上中将盯着地板 从鼻孔中 发出轻微的叹息 是啊 他小声自语 现在还在用岛田 出种马铃薯的国家 怎么会是那个美国的对手 可是 有些糊涂蛋 却相信 那是有可能的 那个三等大将 邵左马上插了话 部长 您该休息了 紧上抬起头来 好像意识到 自己说过火了 身为提督 在下级士官 和下士面前 痛骂同僚 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是啊 是该回水交涉了 你能替我送送他们两位吗 那部长 您怎么办 我走过去吧 距离正好 紧上中将站起身来戴上帽子 安腾与前 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向中将敬礼 安腾问道 部长 今天的事情 需要向大观少佐报告吗 部长您知道计划这个事 不 中将摇摇头 就装作我不知道吧 这样 他办起事来也方便些 可我见过面这件事 最好藏在心里 井上走到二人面前 交替地看着他们 说 再说一遍 我期待着你们的飞行成功 安腾回答道 全力以赴 出人意料地坦率回答 井上中将走出了大厅 军需的声音渐渐远去 这之后的第四天 即十一月二十四日 飞行训练结束了 前往柏林的日子迫在眉睫 只剩下三天 那天晚上 安腾起意来到横滨 朝位于山下街的游记的公寓走去 由于传呼电话 没人接 安腾决定直接过去 不管在哪条街上 像他这样的俱乐部歌手 都应该失业了 舞厅被封 西洋歌曲也被严加管束 在这个时代 游记在国内 已经丧射工作场所 今晚他也像那个 烟雨朦胧的周日一样 独自一人在房间里 听唱片吧 安腾来到这个 由仓库改装而成的公寓 登上二楼 敲了敲门 没人回应 试着抓了下把手 门悄然而开 房中已是人去楼空 安腾打开电灯 仔细查看 家具都被搬走了 留声机也不见了 沙发 梳妆台 床 都消失了 墙壁上 留着不知 是日历 还是复制化的白色印记 游记好像已经搬走了 他说过下个月 才去上海的 正茫然地矗立在房屋中间时 安腾感觉到身后有人 回头一看 是一位三十岁左右 身材矮小的女人 他想起游记曾经向他说过的公寓居民的情况 有外国传员的情妇 妓女 洋化模特 还有舞女 这个女人 不管是哪一种身份 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她肤色雪白 红唇风鱼 安腾点头致意 询问道 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女性 已经搬走了吗 是啊 女人点了点头 前天就搬走了 她去哪了 你知道吗 说是去上海 她把大件行李 都卖给了旧家具店 只带了三个行李箱出去了 安腾明显地感觉到了失落 她没想到游记会不辞而别 虽说 曾经自己也这样对待过游记 虽说那个周日 自己冷漠地回答 不知道会不会再见 军人先生 你是有几妹妹的相好吗 如此直白的问题 缓解了安腾的拘谨感 嗯 我们很亲近 要是我的话 就学你了 什么意思 游记妹妹啊 跟着一个半乐队的去上海了 一个吹喇叭的男人 不过 在我看来 你更有男子汉气概些 我就住在隔壁 要是方便的话 不过来喝杯酒啊什么的吗 安腾到了县 委婉地拒绝了 结果那天晚上 安腾回到横须贺 住进了一家 位于三浦半岛大南山山脚下的小温泉旅馆 在三浦一族真爱的这家山间温泉中 钱已经投诉并休息了 安腾到达旅馆时将近半夜 钱穿着和服单衣出来迎接 我还以为您今晚不来了 钱惊讶地说道 我没有地方可缺了 安腾苦笑着回答 一起歇歇金骨吧 安腾换上和服单衣后 马上向深夜的露天早堂走去 您好 您好 您好